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内是持续的攻击赫尔松 大约进行了50次的炮击 州内和平聚落收到了大炮多管火箭系统 还有破极炮的攻击 其中赫松市就被攻击了23次 造成了三位平民受伤 俄罗斯军队11月从赫松撤退之后 是俄罗斯普丁的重大挫败之一 因此近来是强烈的对赫尔松猛攻 而乌克兰当局已经提供免费的火车 还有一些金钱上的援助 给想逃离赫尔松的居民 另外关注到是美墨边境再次出现大规模